就是全部都不鎖定 也不隱藏 第一步按确定 第二步的话就针对你要保护的范围 选取 按右键 出声格 再把你要保护的 锁定的话就是说 它会保护 隐藏的话就是公式就不显示 那如果其中有一个你没勾的话 当然就那个效果就做不出来 OK按确定 但是按确定之后它还不会生效 什么时候会生效呢 记得就是什么 教育里面的什么 保护工作表 这个时候呢 记得就是说一定要输入密码 因为如果你没有输入密码的话 一般应该有点sense的人都知道你有保护 他就直接按取消不就好了 那就取消掉了 但是如果你有设密码的话 对方一定要再输入一次密码 他才会可以取消 比如像要取消的话 他会跳出密码 但是如果你没有设密码的话 按取消就直接取消掉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如果你随便输入一个错误的 他还是没办法取消掉 那这个时候有哪些效果出来 一公式不会出现 第二个的话就是你按底力证 你要更改它输入一个五 不行 因为它保护住 大概就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可以达到说 以后你将来的工作表里面 某部分的资料需要被保护的话 那他就没有办法去保护 另外的话 你们写过的那个公式 如果不希望人家知道 那个规则是什么的话 记得也把它保护起来 这个当然有一定的必要性 因为有时候当然 有心的人会从里面 知道一些可能 这一些相关 一些可能背后的一些讯息 所以尽量做一些保护 是有必要性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做完之后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要把这边改成 其实这个地方 要把它改成VBA 几个方法 第一个不外污怎么样 最简单的方法是输出公式 不过这边保护 把它再取消掉的话 就至少知道说 有这个地方 那我如果动态要输出 最简单是动态 直接丢什么 丢这个公式进来 这个比较简单 刚刚有做过了 应该没问题 其实这个云端上就有了 就这一段 其实就是延期总时数 有个延期总时数 两个好了 延期总时数一个是清除 下面这个是清除 上面的话是把那个延期时数丢过来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直接延期时数 清除 然后输出的话呢 就是记得把它刚刚的公式 贴到那个双引号里面 然后这里面就把里面的I 就是里面的这个 应该是什么 B的B2 就是里面大概就是几个 第一个是B2要更改 这个要更改 这个也是一个B2 改的方法跟刚刚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我想基本上 甚至可以背个公式 就是把那个看哪一列 第二列对不对 把它改成什么 先双引号双引号 然后ANDAND 中间怎么样 再加个I 那前后都要空白 AND前后呢 一定要加空白 OK 好 那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当然你可以直接执行输出 OK 它就输出了 那输出的话呢 也是一个公式 我特别注意 我刚刚有做错一个动作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什么地方有错呢 你会发现 这个程序有没有 我是贴到 哪里呢 因为我额外是不是 额外在开一个综合练习的档 其实我的档案应该在这里 可是呢 我把我的VBA写在 这个里面 所以常常 之前有同学 发生一些 我也没见过的状况 后来我发现 我大概知道状况是怎么样 就类似像这样 你明明应该要把 这两段程序 写在哪里呢 写在 这一个 有没有 里面 可是你却写到 另外一个档案 那会怎么样呢 也许刚开始执行 都没有任何状况 可是呢 如果当 什么事呢 当我数学函数 这个档案的时候